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年配乐加上浪漫童话场景 迪士尼耗资七百五十亿日圆打造 美女与野兽园区 地点位在灰姑娘城堡旁边 预计2020正式开幕 我感到很高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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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高兴 我感到很高兴 内部设备抢先曝光 有栩栩如生的贝儿人偶 还有旋转咖啡杯 运行之后能环绕城堡 跟主角们一起跳舞 城堡外观也不马虎 复刻野兽之城 以及贝儿生长的小镇 石墙制作超废工 工人亲手刷出斑驳感 连屋顶一砖一瓦 也要细心加工 东京迪士尼 2022年更准备推出 冰雪奇缘王国 积极筹创新园区 背后原因是 迪士尼被人潮挤爆 一堆设施玩不到 游客满意度一路从冠军 下滑到第36名 迪士尼大动作扩张 解决设施不够多的窘境 也吸引更多铁粉 掏钱超胜 下期新闻最后不到 谢谢